中美元首會面在職 正當各界關注兩國關係 會不會再次走向正軌 舉辦這次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三藩市 當地的華人和居民 都對這次兩國元首會面有很大的期待 並希望其後中美雙方 可以在各方面加強交流合作 兩國的貿易 我個人更加期待兩國多點 三方的對付開放 去探索商機交流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我是一位在三藩市 我們有一個很豐富的中國社會 我認為每一切都提出 在三藩市的見面和中國社會 都認為這次雙方會面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期待關稅等限制措施會逐步放寬 令中美民間交流 可以得到進一步擴展 祝福兩國人民 現在我看從那個 2019年疫情以後 我們看到沒有團從中國來 我們希望這個團從中國來的話 帶動我們這個經濟 還要是我們這個團 還要到中國去 所以兩邊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他們能夠認識 他們所欠缺的 他們能夠合作與中國 我們有很多問題 在這個國家 我認為它會很棒 如果他們真的設計 合作與中國 阻止這些緊急 中美關係早已超越雙邊範疇 由關世界前途命運 因此無論是全球經濟複雜 還是國際和平穩定 中美兩國都發揮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期待這次中美兩國元首會面 獲得封石的成果